歡迎收看Pepo Webcast 今年的第二場Pepo校園採訪中心總編輯會議 總共有12所學校參加 影音競賽的前三名分別是 世新新聞系、南疆大船系和靜宜大船系 同學帶來的議題從生態環保到弱勢關懷都有 非常的多元也確實讓彼此帶來新的刺激 每半年一次的Pepo校園採訪中心總編輯會議 11月在公視舉行 新學年度各校派了許多新任總編輯與會 有些人西裝筆挺非常慎重 各校除了交流學校課程 也參觀公視攝影棚錄影和OB車轉播作業 體驗到學校沒有的轉播設備 許多同學激動不已 還有好大台哦 好大台哦 科博文的感覺啊 我覺得超大的 而且還4K 我以為SNG車就是所謂的OB車 但是結果其實完全不是 就是顛覆我的想像這樣 校虎各校觀摩影音作品也為彼此評分 工刑部胡新平經理除了擔任評審 也帶來記者採訪實戰經驗和新的分享 最好市新新聞系以人物為題 所以剛剛得到第一名的時候我真的腿軟 連續多屆拿下好成績的聯合大學這次並未獲獎 總編輯徐永杰表示因為想創新突破 只是挑戰新的採訪議題就是最大的收穫 我本身這次的結果算是有預期到算是佳作 因為這一次自己拍攝是有在做一些新嘗試 像是SOT考期的比較跟之前的小型更簡潔 然後因為剛好實習完 所以有盡量去用自己所學到的一些東西去呈現那則新聞 那對自己算是一個新的嘗試跟挑戰 所以能得到佳作我算是已經很開心了 其實因為我們都還是學生 如果可以加入一些學生年輕人的觀點的話 或許就是可以把我們更想要表達的內容都PO出來 都報導出來 這樣的話其實這才是更貼近我們學生報導的初衷 Pepo總編輯會議帶給學生更多製作新聞的觀點 也期待這群公民記者持續報導更貼近校園和學生觀點的公民新聞 Pepo校園採訪中心的公民記者透過總編輯會議走出教室互相切磋 也希望大家平時就能將作品上傳到Pepo 時時在上面交流和觀摩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